凤尾鱼下载的征兆 苏鹏,职业受医师,犬猫皮肤病,神经内科专科医生 凤尾鱼快要下载可能会出现精神状态比较异常 要么特别好动,要么精神不佳 会躲在角落,食欲也会不佳 到处寻找合适产暖的地方 当要产暖的时候 母鱼的生殖器会漂浮着一些粘液或序状物 就代表母鱼快要产暖了 主人这一时候需要将产暖的鱼分开进行饲养 以便生产的卵被其他鱼吃掉 同时凤尾鱼生产的速度比较快 基本上每个月都可以进行一次繁育 一般凤尾鱼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繁殖 美窝的数量也不得 刚开始可能美窝只有繁殖10条左右 到后面随着美窝数的增长可能会发展到50到100左右 凤尾鱼繁殖期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水质 才能够保证凤尾鱼生产顺利 需要注意的是 生产完鱼粮之后 需要每隔两日四味一次 每次五粒左右 四味量太多可能会导致鱼而消化不良 过多的残余的食物也会导致水的污染 引起细菌感染 影响到鱼群的健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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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